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就像是背着一大包的金子 走在无人的沙漠中一样 毫无疑 找不到任何一个愿意和我签约的音乐公司 音乐学院也拒绝了我的入学请求 我开始流浪 因为没有路费 我便徒步行走 搭便车 游走于不同的城市 在不同的酒吧 旅店 俱乐部 地铁口 唱着那属于我的歌 只是为了每天的一餐一宿而已 我感觉 我似乎真的被Robert Johnson附体了一半 只能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饥饿 寒冷 漂泊 无人喝彩 对于这样的生活 我有些绝望了 我曾经想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却又没有勇气 欧凡说到这里 眉头抽搐了一下 似乎是触碰到了心中的伤痕 直到有一次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 我用刀子割断了手上的血管 平静地躺在小旅店的浴缸里面 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随着血越流越多 我也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我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旅店的床上 手腕上连一丝伤痕也没有 外面已经是太阳高照 我推开浴室的门 只有满满一浴缸的清水 一点血丝都找不到 我开始以为也许是我的错觉 但是等到我第二次想要自杀的时候 第二天仍然是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 我才知道 原来我连选择死的权利都没有了 怎么会 徐敏感觉有些奇怪 如果像欧凡说的那样的话 李济深的事情又怎么解释 他可是被范彤杀死的 不要急 先听他说完 明耀阻止了徐敏的询问 他感觉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棘手了 若是普通的招鬼术 因为所照的鬼失去控制杀死自己的主人的话 还比较简单一点 毕竟能够用招鬼术招来的鬼不会是什么很强大的存在 但是听欧凡的叙述 这个自称是李丽丝的女人居然是个恶魔 这就有些难办了 恶魔这种东西是很奇特的存在 那些弱小的魔鬼 普通的驱魔人只需要谈谈指尖 便会灰飞烟灭 但是里面却有一些强大到近乎半神 这种魔鬼是任何人都不想招惹的 明耀终于明白为什么灵异协会的人无论如何都想要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毕竟换成谁也不愿意去和一个随时都可以把你像捏蚂蚁一般捏死的恶魔对着干 请继续说下去 明耀现在虽然对于是否继续将这个案子查下去还很犹豫 但是对于这个恶魔的行事作风很感兴趣 他示意欧凡继续他的故事 看了看明耀 欧凡继续说起来 那个时候我已经崩溃了 我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死去 我试过跳楼 我清晰地记得我的腿骨从我的肚子穿出来 触电 我亲眼看见我的手被电得血肉模糊 去卧鬼 看见自己白滑滑的肠子从肚子里流出来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无论我用什么方法 等到我在此恢复意识的时候 都会毫发无伤地躺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地方 浑身上下 连一个疤痕都没有留下 四处流浪在不同的地方卖畅 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自杀方式 那时候变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我就像是被困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恶梦里面 而更让人崩溃的是 这梦似乎永远都不会醒来 直到那一天 欧凡坐在破旧的小旅馆的床上 薄薄的床板传来了隔壁男女努力奋战的深一声 四处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气味 这一切对于欧凡来说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这无边无际的恶梦要远比这恶劣的环境更让人发狂 苍白的月光照进来 欧凡更加地觉得孤独 父母双亡的她不善交际 朋友也没有多少 唯一的一个可以当做亲人的女朋友 现在也早已形同陌路了 她开始后悔了 后悔出卖了自己的爱情 换来着无人欣赏的天赋 拿起桌子上寒光闪闪的小刀 欧凡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每天尝试着不同的死亡方式 成为了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昨天她曾经用着刀子 狠狠地切断了自己脖子上的大动脉 那喷射出的带着热量的鲜血 溅满了上一个旅馆的墙壁 而她再次被阳光照在身上 恢复意识的时候 那墙壁仍是那干干净净的 看着手里的小刀 那锋利的刀刃上 连一点昨天流下的血迹都没有 欧凡想起了很久之前 看过的风神榜 如果动作快的话 据说在失去意识之前 人能够看到自己呢 还在跳动的心脏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欧凡双手反握着小刀 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她真的很想看看 自己那颗已经没有了爱情的心 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是否还像以前一样 能够怦然心动 虽然每次自杀的时候 疼痛第二天 仍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现在欧凡对于这种疼痛 已经不在乎了 对她来说 只有这种疼痛 才能够让她清楚地知道 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一个怪物 像握着刀的手举高 欧凡对准了自己的左胸 狠狠地扎了下去 意料中的疼痛 并没有传递到大脑 那锋利的刀尖 被一双白玉无瑕般的手拦住了 那手看上去 是那么地柔软白皙 甚至让在月光照耀下 泛着寒光的锋利刀锋 都黯然失色 何必呢 你已经试了很多次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你不是已经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 欧凡抬起头来 是那张在噩梦里面 不断出现的精致而美丽的脸 看到这张脸 欧凡的心里不再有憧憬 却充满了愤怒 还给我 把以前我的生活还给我 欧凡愤怒地站了起来 将手里的刀向李丽丝刺了过去 李丽丝看着来势汹汹的欧凡 那张愤怒到变形的面容 皱了皱眉头 只是轻轻地一挥 欧凡就不知被哪里来的一股大力 给狠狠地撞了出去 压断了放在房间角落的桌子 我以为当时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你得到你想要的 付出我想要的 不能反悔 这些在合约上写得明明白白 李丽丝优雅地坐在了床边 那房间里原本难闻的气味早已不见了 有的只是他身上的那浓郁的香气 还 还给我 欧凡躺在地上 挣扎了几下 却没有爬起来 我唯一的亲人 还给我 你是说那个女孩吗 现在她恐怕 不会愿意放弃她所拥有的这一切的 李丽丝笑了起来 你这个恶魔 你欺骗了我 欧凡用了老半天才缓缓地坐起来 大口地喘着粗气 你这是在诽谤 李丽丝那原本还在微笑的脸上 涌现出了一股怒气 我从来没有欺骗过我的交易对象 从来没有 你得到的 就是你在合约里面所写的 我给了你 而那些没有写的 我自然不会好心地送你一大堆 比商品价值还要高的赠品 欧凡低着头 对于李丽丝的话 无力反驳 她交换的的确是她的天赋 而李丽丝也的确是没有义务 再赋予她名望与赋予的生活 可是 可是若不是你 我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种下场 欧凡的质问有些乏力 李丽丝冷笑了一声 这就不是我应该操心的范围了 这些都是你们人类的劣根性而已 对于拥有的事物 从来不会去珍惜 失去之后才逐渐地意识到 它存在的重要性 毕加索 樊高 卡夫卡 托马斯乔伊森 哪个不是在死后才被人们发现他们的才华横一样 欧凡捂住了自己的脸 哭得像个孩子 我 我受够了 我受不了了 求你 把这该死的天赋收回去 把那个爱我的和我爱的女孩还给我 这不可能的 李丽丝叹了一口气 就算我能够解除你的契约 但是我想你的那个小女朋友也不会愿意的 她用了她五十年的生命和爱情 换来了青云直上的权力 她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对于权力的迷恋之中 不可自拔了 欧凡渐渐地恢复了冷静 她捡起刀来 慢慢地站起身来 走到了李丽丝的面前 我想 是我的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也不再体求些什么 我只求你一件事 让我死 让我解脱 欧凡将刀递到了李丽丝的面前 李丽丝看着欧凡那无神的眼睛 揉了揉太阳穴 你可真是一个麻烦的家伙 若不是你的歌声和那个黑人歌手一样能够吸引到失忆人群的注意的话 我才不会用你这种善辩而脆弱的家伙来做广告牌的 广告牌 什么意思 欧凡一愣 李丽丝 李丽丝摆了欧凡一眼 你以为你是什么 难道 我会在意你那区区不过十年的寿命 还有那脆弱不堪的爱情 你不过是一个Robert Johnson的替代品而已 一个活着的广告 你利用我 欧凡的心中充满了愤怒与懊悔 若不是他 杨沛家一定不会去和这个恶魔做交易 也不会失去足足五十年的寿命 这可几乎是人生的一半啊 欧凡顾不上实力的差距 向李丽丝扑了过去 而李丽丝仍旧是那轻描淡写的灰灰手指 欧凡便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好了 算我怕了你了 李丽丝的口气中带有一丝的无可奈何 契约就是契约 是无法更改的 既然你还有好几十年的日子好活 我自然不可能每天都来费劲地跑一趟复活你 你不过是受不了清贫落魄 而且孤独的生活罢了 李丽丝看了看趴在地上咳着血的欧凡 我破例再和你做一次交易 用你区区五年的寿命 让你换取一家小小的酒吧和每天不多的观众 李丽丝慢慢地走到欧凡的面前 俯视着趴在地上的欧凡 就当做是我对你的恩赐吧 幸运的家伙 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要懂得知足 忽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失去的意识 也不知道那个面容有如天使 却是个恶魔的女人 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躺在那小旅馆的床上 阳光从窗口照进来 带来了一丝温暖 欧凡坐起身来 身上的伤痛早已经不知去向 昨天晚上的事情 好像只是一场梦而已 但角落里那满地的木屑 和墙上脱落的墙皮 却证明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是真实存在的 欧凡注意到门口的柜子上 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 这信封昨天还没有过 欧凡走过去 打开了那个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纸 写着一个地址 还有一张火车票 是要我回去吗 那纸上的地址和火车票 都写的是同一个城市 她曾经和杨培佳相恋 拥有美好回忆的那座城市 背着吉他 欧凡坐在火车上 对于那座城市 她有种不真实感 那座城市的回忆 有着美好 也有着痛苦 而现在 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按照纸上的地址 欧凡找到了这家偏僻 而且破旧的小酒吧 推开门 一身白衣的李丽丝 坐在酒吧的吧台上 喝着一杯红酒 你来了 李丽丝将手中的东西 抛向欧凡 欧凡接着一看 是一串钥匙 以后这间酒吧就是你的了 所以 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你每天需要做的 就是唱歌 等到欧凡抬起头来 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李丽丝的身影 早已经消失在了 小小的酒吧里 留下的 只有这空荡荡的酒吧 几张桌子 一个空旷的舞台 这就是李丽丝 留给欧凡的所有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那个女恶魔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后来 我渐渐知道了她的意思 欧凡说到这里 有些无奈 那个恶魔给我的天赋 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我所写的歌 唱的歌 我所弹奏的曲子 总是能够吸引到 那些诗意 或者是对着 某些东西 有着执着渴望的人们 还利用我的歌声 来寻找 可以交易的对象 难道 你就这样 一直为虎作伤 徐敏实在是 忍不住心中的愤怒 开口质问她 你难道不知道 这样会害更多的人 那有什么关系 我刚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看不清 让我们看不清 我们所真正拥有的东西 而那交易 也是存在于 对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无论得到什么下场 都是我们应得的 欧凡冷笑着说 可是 可是 徐敏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但是又想不出什么可以反驳欧凡的话来 你是说 那个恶魔通过你 来寻找可以交易的对象 他经常到这里来吗 一直没有开口的明耀问道 对 只要找到这个恶魔 应该就可以解除那些契约了 你有办法吗 听到明耀的话 徐敏突然恍然大悟 明耀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对于这件事 明耀也觉得那些人是属于自作作受 那个恶魔并没有强迫什么 也没有欺骗他们 而那些诱惑的话听来 说是引人上钩 倒不如说 更像是一种推销的手段而已 我只是想知道 那个恶魔到底是什么来头而已 无论能否解除契约 明耀对于这个自称是正当商人的女恶魔 很感兴趣 很想知道这个漂亮迷人的女恶魔的底细 欧凡摇摇了摇头 他很少到这里来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个恶魔 他每次都是凭空出现 和某个客人谈上几句 静静地等着想要交易的人自己上钩 不过 这种事情并不多 在我的记忆里 似乎只有两三次而已 你记得那些和他交易的人吗 许敏急忙地问道 我自然记得 因为那些人之后都变得很有名了 欧凡潮弄地笑了起来 记得上个星期死掉的那个男明星吗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就凭他能够迅速地红起来 我就知道他一定活不长久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清楚地记得 这个家伙当时喝多了 提了一大串的要求 把那个女恶魔乐得不得了 明耀从怀里的口袋中 拿出了Ada那里得到的 最新的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 递给了欧凡 这个女人你有印象吗 印象很深 欧凡点了点头 这个女人很特别 她是唯一一个 不是由那个女恶魔引诱 而是特意来寻找 那个女恶魔的人 所以我对她的印象特别深 特地来找那个女恶魔的 明耀对于这个答案有些意外 欧凡点了点头 是的 我记得那天已经很晚了 酒吧已经打烊了 而这个女人在酒吧外面 不停地敲着门 我被吵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好把门打开了 这个女人冲进来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哪里能够找到进行交易的恶魔 我当时都愣住了 她是从哪里知道 能够在你这里找到那个女恶魔的 明耀接着追问道 欧凡摇了摇头 不知道 她也不说 我告诉她 那个女恶魔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的时候 她显得很沮丧 失落地离开了 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也许是放弃了吧 不会的 这个女人一定和那个恶魔交易过了 徐敏将所有的事情都想了一遍 得出了结论 资料里面的人 除了这个女人之外 我们都查过了 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地 和这个恶魔进行了交易 那么 这个女人的照片 也在这些资料里面 说明 她也一定和这个恶魔交易过了 既然她不是在酒吧这里 找到的那个恶魔 却交易过了 那么也许 我们找到这个女人 就能够知道 找到那个恶魔的方法了 明耀点了点头 也同意徐敏的判断 这是在哪里能够找到这个女人呢 也许我能够帮你 欧凡想了想 从布满了乐谱的桌子抽屉里 寻找着 找到了 还好我还留着 欧凡将一个纸条递给了明耀 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和一个地址 这是那个女人走之前留下的 她嘱咐我 如果看到那个恶魔的话 一定要给她打个电话 或者是直接去找她也行 虽然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 不过我想 顺着这上面的电话和地址 也许能够找到她的 太好了 我们立即去找她 许敏站起身来 真相似乎就在眼前 她一秒钟也等不下去了 不必着急 明耀拉住了想冲出门口的许敏 现在已经很晚了 而且你的情绪也太过于激动 我们就这样过去的话 很可能会吓坏那个女人 什么情报也得不到的 可是我等不及了 许敏恨不得 立刻就飞到那个女人住的地方 将一切都搞清楚 不用着急 听欧凡刚刚的叙述 若是那个女人的时间到了 我们去了 也什么都阻止不了 不如等到明天 你让你的同事 好好地查一查这个女人 若是她与那个恶魔做了交易 也许 这个女人会搬家了也说不定 明耀按住了许敏的肩膀 让她放松下来 而且 这么晚了 你也应该休息了 太拼命 对身体不好 许敏想了一下 明耀说的也有道理 无奈 只有按耐着那急切的心情 坐了下来 看着明耀和许敏两个人 欧凡的脸上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真的很羡慕你啊 许敏 有着一个这么爱你的老公 能够为着你着想 而这一切 都已经与我无缘了 对于欧凡的话 许敏的脸难得的红了红 这若是放在之前 他对于别人将他和明耀 凑成一对 倒是没什么感觉 自从今天晚上 与女儿和母亲的谈话之后 他倒是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明耀对于欧凡的评价 没有放在心上 他只是点上了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今天晚上 欧凡的话让他有些感触 他也曾经对于一些东西 有着一种执念 放不开 忘不了 但是今天欧凡所说的话 让他对于自己的这种执念 有了些迷茫了 这种执念 开始变成了一种负担 他慢慢地 开始放开那种执着 开始回味着 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就想这样一直下去 许敏看着欧凡 曾经的好友的男朋友 现在却变成了 恶魔交易的广告 这让他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欧凡 坐在酒吧唱歌 吸引失忆而执着的人 为这恶魔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 那我又能怎么样 我也说过了 我曾经想要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却怎么样也死不了 更何况 我想通了 那些交易的人 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而这一切很可能是他们宁愿 用一生去交换的 我又何必夺人之美呢 欧凡苦笑了一下 这样说的 死不了吗 明耀想了一下 可是不久之前 有一个交易人死了 不是被恶魔杀死的 而是死在了另外的人的手里 不可能 听到这个消息 让欧凡有些意外 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 就连切伤了手指 第二天也能痊愈的 明耀想了一下 也许 重点就在于你们的心 那个死去的人 是被人挖出了心脏 明耀分析着说的 你不是说 你最后一次尝试自杀 是想将自己的心脏挖出来 却被那个恶魔制止了吗 你之前曾经试过 无数次的方法 那个恶魔都没有来阻止 而在你想要挖出 自己的心脏的那次 却突然现身 这就说明了问题 那个死去的交易人的心脏 我见过 那不是人类的心脏 不是人类的心脏 有什么不同啊 欧凡有些不明白 明耀叹了一口气 就像是石头一样 就像是人们常说的 铁石心肠 第二天早上 徐敏和明耀 来到了城西的一处小区门前 这里是一片很老的房子 甚至有些破旧 起码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看着这片旧楼 明耀有些奇怪 若是这个女人 在恶魔那里交易到了些什么 怎么会还住在这种破旧的地方 是练旧 还是像欧凡一样 交换到了无法换取财富的其他东西 更加让明耀在意的就是身边的徐敏 昨天晚上因为天色晚 看得不是很真切 当今天徐敏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明耀可是看得明明白白 徐敏可是精心地打扮了一番 这让明耀有些摸不着头脑 一向做事风风火火 不拘小节的徐敏 居然能够耐得下性子 坐在梳妆台前 在脸上涂涂抹抹 再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选衣服 若不是看不到徐敏身上 有什么异常的磁场 明耀甚至怀疑 徐敏是不是让什么脏东西缠上了 怎么了 徐敏感觉到明耀那异样的眼神 转过头来 带着一股明耀看不懂的笑容 问道 没事 也许是我多心了 明耀摇了摇头 说不准是徐敏的第二车来了 也说不定 万一问的一个不小心 脑袋可是要遭殃的 那个女人真的住在这里吗 就是这里 我让同事查过了 少废话 快走 徐敏突然变了脸色 语气里面带着一股怨气 明耀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跟着徐敏走进了小区 徐敏的心里自然是有怨气 任哪一个女人在精心打扮了之后 却无法吸引那个男人的注意 都会有些怒气的 更何况 徐敏这种好不容易 按耐住自己的急脾气 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摆弄自己的脸 近一个小时的人 来到昨天从欧凡那里得到的地址 按了按门铃 没有人在家 你们是来找小梅的吧 一个老太太从楼上走了下来 看到站在门口的明耀和徐敏 是啊大妈 我们是她的朋友 找她有点重要的事情 明耀冲着老太太做了一个乖巧的笑容 徐敏撇了撇嘴 这个明耀对于哄骗老头老太太 的确是很有一手 要不然徐敏的妈妈 也不会看她看得这么顺眼 这个时间 小梅应该是陪着她妈 去公园散步去了吧 如果要是有急事啊 不如去公园找她吧 老太太看到明耀那亲切的笑容 高兴得很 明耀和徐敏按照老太太所指的方向 来到了小区不远处的一个公园 在不远处的梁亭处 两个人看到了那个照片上的女人 张小梅 她扶着一个老太太在散步 见到了目标人物 徐敏刚想要过去 明耀拉住了她 不要一上来就问得那么直接 一会儿我会找机会 你陪着那个老太太走走 让我和那个女人单独谈谈 为什么是我 你哄骗老太太比我强 为什么你不去 徐敏还在为之前的事情耿耿于怀 自然而是没什么好态度 难道你认为 你去问的效果会比我好 你一上来 肯定就是搬出警察的头衔 然后就是审问犯人的那一套 拜托 这可不是在查普通的案子 有些话 还是我来问比较好 徐敏虽然还在闹别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明耀说得对 她哼了一声 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张小姐是吗 你好 明耀走过去 向着那个女人伸出了手 我叫做明耀 看着明耀 张小梅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我似乎不认识你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私家侦探 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 明耀一边介绍着自己 一边打量着这个女人 这个张小梅 长得不过是姿色平平而已 而她身边的这个老太太 却是精神饱满 红光满面 Lansom酒吧 你还记得吗 是酒吧老板 让我们来找你的 听到这里 张小梅皱了皱眉头 我知道了 帮我谢谢你们老板 还记得我的事情 不过 我已经找到了 不不不 我想张小姐你是误会了 明耀摇了摇头 和那件事情有些关联 我想和你单独地谈一下 可是 我还要陪着我母亲散步 张小梅虽然不知道 这两个人来的目的 但是提起和那间酒吧有关 她就有些为难了 小梅呀 要是有什么能帮得上人家的 就帮帮人家吧 反正我现在身体好好的 我一个人走走就行了 日行一善 才能有菩萨保佑啊 张小梅身边的老太太说话了 明耀亲热地扶着站起来的老太太 大娘 不如让我的助手陪着你走一走 好不好 徐敏听到明耀将她说成是她的助手 给了明耀一个白眼 不爽归不爽 徐敏还是走过去 笑着扶着老太太 慢慢地走开了 说吧 到底是什么事情 难道是契约有了什么变化吗 看着自己的母亲走远 张小梅皱着眉头 有些紧张地看着明耀 不不不 明耀坐了下来 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 我们急着寻找那个交易人 从酒吧老板那里得知 你也曾经找过那个交易人 所以我们想来问问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 特殊原因 是很急的事情吗 张小梅看了看明耀 明耀郑重重地点了点头 很急 刚刚那个女神并不是我的助手 她是我的委托人 而我们寻找那个交易人的原因 与她的一个朋友的事情 有些关系 所以张小姐 如果有什么线索 请务必告诉我们 也是为了别人吗 听到这里 张小梅的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了 我明白那种心情 我也很想帮你们 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 我们是很有诚意的 若是张小姐有什么条件 可以提出来 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 不不不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不是要提什么条件 张小梅连忙摆了摆手 只是 我曾经答应过那个人 不能够将交易的事情说出去 否则的话 我将会失去 我所交易到的东西 怎么会这样 明耀听到张小梅的话 有些奇怪 酒吧老板 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些啊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每个人都不同吧 张小梅 张小梅歉意地看着明耀 真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 要知道 我只剩下了我母亲这一个亲人了 我不能失去她 看着坐在那里沉思的明耀 许敏问道 问到了吗 明耀摇了摇头 她的说法和李济深一样 交易的事情不能说出去 否则会失去交易的东西 那为什么欧凡可以 她不是把她的事情都说给我们听了吗 为什么她依然可以弹其他唱歌 徐敏有些不解 明耀想了想 也许这就是她的不同之处吧 她不是说过吗 那个恶魔将她做了活的广告牌 若是广告不能够告诉消费者商品的价值 又有什么用处 可恶 线索又断了吗 徐敏狠狠地捶了一下明耀的大腿 为什么打我的大腿 你怎么不打你自己的 明耀捂着自己的大腿哭笑不得 我乐意 快想办法 徐敏白了她一眼 办法倒是有 不过不知道能不能行 明耀想了一会儿 也许我们可以钻点漏洞 漏洞 什么漏洞 既然她不能告诉我们 或许我们可以自己看 回去找小玉帮忙 明耀站起身来 你确定这东西有用吗 徐敏看着明耀手里的皇服 一脸都不相信 放心吧 只要是小玉说可以 那就没有问题 明耀倒是自信满满 小玉说了 这样不算是违背契约 这是我们自己看到的 又不是她告诉我们的 那个恶魔既然自称是个合法的商人 自然是不会违背契约的 可是 这种东西 太匪夷所思了 徐敏看着明耀手里的那小小的符咒 还是不放心 明耀听到徐敏的话 做了一个头痛的动作 你现在经历的这件事 难道就是可以用常识来解释的吗 这倒也是 徐敏想了想 这样说道 两个人再次找到了张小玉 张小姐 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们这个忙 明耀一脸的诚恳 给我们这张符的高人 明确地告诉我 这样做的话 你不算是违背契约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交换的东西会失去 而我们也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线索 拜托了 可是 张小梅还是很犹豫 拜托了 人命关天的事情 一定不会出意外的 我愿意拿性命担保 明耀恳求着说道 好吧 张小梅想了好久 点了点头 太好了 明耀高兴地站起来 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那张特意去让怀素写的符 你现在只要放松精神 不要紧张 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切就行了 明耀将符燃尽 将符灰用开水冲开 倒成两杯 给了张小梅一杯 把这个喝下去 我喝另一杯 接下来你所想到的 我就能看到 你不必告诉我 只需要让我自己来看就行了 明姐 拜托照顾好老太太 我现在不能受到一点打扰 明耀对许敏说道 站在医院的门口 手里拿着那张诊断书 雨水打在身上 张小梅有些想哭 却无论如何都哭不出来 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因为工伤 早早地去世了 留下来母亲一个人 辛苦地将她拉扯大 对于张小梅来说 母亲不仅仅是唯一的亲人 也是唯一的依靠 现在一张薄薄的诊断书 便宣布了 她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依靠 就要离她远去了 张小梅感觉胸口有些东西 却无法宣泄出来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张小梅手里握着那张 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诊断书 白痴黑似 却无法让她相信 这一切的真实 她不敢回家 她怕回到家之后 看到母亲那苍白的命孔 和无神的眼睛 会真的忍不住哭出来 不能让母亲知道 不能给母亲 更大的心理压力 若是知道了 自己时日不多的结论 张小梅很怕母亲 连最后的一点时日 都熬不下去 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早已被淋透了的衣服 贴在身上 有些冷 可是身上的冷 却远远比不上 她心底的寒意 张小梅捂住了脸 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心情 眼泪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 哭吧 哭到没有眼泪 再回家去 不知道哭了多久 张小梅感觉不到 雨水打在身上的感觉 一双黑色的皮鞋 抽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抬起头 一个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抽现在了她的面前 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遮住了她头顶上的天空 也许是天色太暗的关系 张小梅看不清那个老人的样子 老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 那样式一看上去就知道 是高档货色 但是如此高档的西服 穿在这个老人的身上 却让这个老人显得越发的阴冷 张小梅感觉一虎凉意 忽泌而来 她抱紧了胳膊 老人开口了 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小姑娘 哭得这么伤心 一定是有什么很难过的事情吧 不如说给老头我听听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 张小梅感觉到一股压力 那是一种身居高位的人身上 独有的气势 她摇了摇头 想要站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脚不听使唤 不要动 你哭的时间太长了 全身都麻了 休息一下会比较好 老人将那西服脱了下来 披在了张小梅的身上 张小梅有些慌乱 如此贵重的衣服 若是被她身上的雨水弄脏了 她可赔不起 家里所有的钱 为了给母亲治病 几乎全部都花光了 她想拒绝 但是嘴里 却只有牙齿打颤的声音 老人在张小梅的身边坐了下来 伸出手 从张小梅的手里 拿过了那份 已经皱皱巴巴的诊断书 原来如此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机会 老人阴沉地笑了笑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很好的主意 那老头虽然向我推荐这个女人 但是我却没有听说过 这倒是一个试试她到底有没有本事的机会 张小梅不知道那个老人在说些什么 她现在只能全身不停地颤抖 不知道是因为淋雨的时间太长的缘故 还是其他的原因 老人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支笔 在那诊断书的后面写下了一个地址 去这里 这里也许能够找到可以救你母亲的方法 只不过 需要你付出一点代价 这是一个与恶魔之间的交易 说完话 老人站起身来 将伞留给了张小梅 慢慢地走开了 请 请问 张小梅感觉似乎好了一点 不再像是刚刚那般手脚不听使唤 请问您是 老人定了定 没有回头 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其他的不要问 接着 渐渐地消失在了黑暗中 若不是那把雨伞和那件西服 张小梅甚至怀疑刚刚是哭得太凶 而出现的幻觉 看着那老人留下的地址 张小梅还是有些奇怪 这个奇怪的老人的奇怪的举动和话 无缘无故留下的地址 这都让张小梅感觉这件事情 有些莫名其妙 会是骗子吗 张小梅洗完澡 换下了自己那一身 已经湿透了的衣服 小梅啊 母亲那虚弱的叫喊声 从屋子里面传了出来 张小梅急忙跑了过去 妈 你哪里不舒服吗 张小梅跪下身子 看到母亲那双哭黄的双手 眼泪在眼圈里面转了一圈 总算是没有哭出来 母亲没有说话 闭上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今天去医院了 你今天去医院了吧 大夫说 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呢 别乱说没有的事 张小梅忍得很辛苦 但还是带出了一点哭腔 大夫说 你不过是因为天气转凉的老人病而已 只要再调整一段时间就能康复了 不要胡思乱想 母亲只是微微地一笑 努力地伸出手 抚摸着张小梅的脸 傻孩子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 我快要走了 没有的事 妈 你不要乱说 张小梅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出来 你不会死的 只要再调整几天 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生龙活虎的 母亲轻轻逝去张小梅的眼泪 别哭 别哭 人都有生老病死 这是人之常情 我只是放心不下你 爷老大不小了 也没成个家 我若是走了 只怕是没有人照顾你了 也许是说的太多了 母亲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张小梅急忙给母亲顺气 这都是没有影子的事情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还没有看到我成家 还没有帮上外孙呢 在这之前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母亲那剧烈的咳嗽 张小梅不再让母亲说话 为母亲吃完药 便哄着母亲睡着了 看着母亲睡梦中 还不时地皱起的眉头 张小梅的心 也跟着不断地被揪得一跳一跳的 若是可以的话 她宁愿为母亲来承受这种病痛 回到自己的房间 张小梅看了看 放在桌子上的皱巴巴的诊断书 她拿了起来 想了好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若是连母亲都失去了 我还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呢 张小梅决定 不管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就算是有一丝的希望 她也要去试试 来到了那个老人给的地址 但是张小梅有些心里没底 破旧的酒吧 那已经残缺不全的霓虹灯 还在不停地闪烁着 这种地方难道真的可以找到 救母亲的方法吗 张小梅咬了咬嘴唇 不管怎样 她都要试试 就算是被骗了也好 起码 她也曾经尝试过 她推了推酒吧的门 已经锁上了 看来已经打烊了 母亲的病 一天比一天严重 已经不能再拖了 张小梅 已经等不到第二天再来了 她用力地敲着酒吧的门 请问有人吗 拜托开一下门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敲了多久 就在张小梅就要放弃的时候 门内边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已经打烊了 明天再来吧 这一句话 又再次地点燃了张小梅心中的希望 拜托 拜托 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个人 很快地求你 我已经等不了了 那声音里面已经带上了哭腔 门内边传来了男人的叹气的声音 门被打开了 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了张小梅的面前 样子有些颓废 我是这里的老板 我叫欧凡 请问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男子说道 我母亲得了很重的病 我要救我的母亲 张小梅开口说道 欧凡皱着眉头打亮了她一下 这个时候你要打120送医院 而不是到我这里来砸坏我九八的门 说完 欧凡转过身想要将门关上 张小梅急忙跑了上去 拽住了欧凡的手 拜托 拜托 我母亲真的得了很重很重的病 医院已经没有办法治好了 我听说这里可以治好我母亲的病 张小梅用力地把住门 不让欧凡将门关起来 小姐 我想你搞错了 我们这里真的不治病 欧凡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对了 有人告诉我说 你们这里可以做一种生意 而不是 是交易 可以治好我母亲的病 张小梅想起那个老人的话 听到这里 欧凡愣了一下 打开了酒吧的门 进来说话吧 张小梅跟着欧凡走进了这家小小的酒吧 这里地方并不大 却有着一个可以演唱的舞台 欧凡拉出了一张椅子 示意让张小梅坐下 并且给她倒了一杯酒 你是来做交易的 张小梅将这酒杯里面的酒一饮而尽 那烈酒穿喉而过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 而胃里那种灼热 却让她的心安定了不少 对 张小梅放下了空调的酒杯 不管用什么手段付出多大的代价 只要能够治好我母亲的病 我都可以承受 欧凡苦笑了一下 多么大的代价都能够承受吗 你真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是与恶魔的交易 你会失去的比你得到的更多 我不在乎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张小梅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这一刻就会呈着坚定的光芒